YES!YES!哟 我們直接經過了一場大雨之後 到高鐵山了 這一次是我們日本自由行自助旅行的一個 紀錄啦 那我們就去上車吧 結果才出門第一件事 我就想到我的帽子放在家裡 結果準備了半天 還是露了一樣東西沒在 真的是氣氣氣啊 然後又下雨 真的超級浪費的 前一天先上去桃園 在高鐵山附近住一晚上 然後我們6月1號的飛機 6月1號早上9點半 無航 哈囉 無航的飛機 那這一次就會是我們整個 日本行七天的一個簡單紀錄 分享給大家 空間行七天的一個人 那台北的飛機 回到超級浪費的 在高鐵山上 一排高鐵山上 一排高鐵山上 太多了 一排高鐵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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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殘忍 剛剛也有看 好像外面都下著毛毛雨 就很玩樂耶 先去Check in 今天晚上的飯店 飯店嗎 算是輕侶啦 跟我上次來桃園住的那個 單人住宿一樣 一個晚上一千塊而已 超級便宜 這台Cameriz站場對不對 種子這樣 哎呦我剛剛突然沒有下雨 我還很擔心 我們到桃園的時候會下大雨 因為剛剛在台南 超級大的 大城市耶 耶 耶 那個風在吹 樹上的水都滴下來了 風太大了吧 超扯的啦 欸欸欸 別跑 別跑啊 太遠了 島嶺 染水清潤 我們今晚上過夜的一個 清潤 走了20分鐘 簡單的房間 一台電視一張床 就這樣 怎麼弄得這麼像泡房一樣 枕頭 棉被 電視 還有 這邊是浴巾 一次性毛巾 我還給一整包的衛生紙耶 吹風機 嗯 沒有看過的牌子 突然擠了溪流 哇 大城市耶 來吃上一次吃了很喜歡的 300度steak 500 生肉肉 濃湯 餐包 芬達 起司薯條 好 奶油 奶油腸包還會爆漿耶 這個腸包如果是男生不行 為什麼 一插進去就是 靠呀 有道理耶 對啊 這麼快 剛剛這樣他就 小處男喔 碰一下就出來了 我的鼠哥哥膩水 他有點越膩越深的感覺 好久沒有喝分檔 我去日常這樣的味道 這麼大塊 吃得完 嘎嘎作響 嘎嘎大塊 哇賽 這吃得完嗎 一個牛排跟一個雞腿排 還有替光 漂亮喔 水水優 雞腿排 跟這個牛排 85 我們真的吃得完嗎 我們等一下 還是用走的去桃園機場 五分手的牛排 嗯 嗯 蒜片 嗯 嗯 我們擺雞腿要加蒜片 超爽的 你點雞腿排 然後去沾 醋一下我對 就是這樣 直接變成起司雞腿排 嗯 好爽 吃飽啦 好死我了 真的是有夠飽的 洗澡洗澡 水超大槓的耶 而且還不會忽冷忽熱的 不像喜歡的女生一樣 總是會忽冷忽熱 呵 長大了 這個吹風機的風 刺了我 吹到我回國 是不是太小了吧 晚安 早安 桃園的清晨 6點35分 我們要去桃園機場 先去搭機機 還好沒有下雨 也很怕走到這段下雨 好 好 機場在運 定時化 好像可以直接通到第一行巷 跟第二行巷 一大清早 不可能要用班的吧 嘿嘿 還有 前面有電梯 嘿嘿嘿 還好有電梯 好久沒有油卡了 先看看還有沒有錢 請選擇 請選擇 為什麼我有負責負實優 太可憐了啦 上車上車 下車下車 下車走哪裡 7點02分的車 現在只7點25到第二行下 超方便耶 現在機場捷運是直接出來 就是行下 怎麼辦 我們直接看太貴了嗎 去報到 再去吃老大 多少錢啊 你有看到嗎 我也沒有看到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坐屋起來的興奮感 看到蘇靜大廳怎麼興奮起來 哇 超久沒有來桃園機場的 找一下我們的報到櫃檯 這哪裡啊 哇塞 現在人超多的耶 浩朵人啊 應該是這一個吧 護航的 這邊是飛曼谷的 好像不是這裡 應該不是 我們在走吧 慘了在哪裡 還是在後面 這飛錯地方 出來想說怎麼這麼熱 怎麼這麼熱 這一個 刺繩的 IT218 GOGO 17個 隔壁而已 就不加啦 差不多就是剛剛曼谷那個 好意外飛刺繩那麼多人 欸沒有 鳴谷屋壘也在這一派 對啊 我剛剛想說怎麼搞 就我們會進去什麼人 都是鳴谷屋 現在7點半排到 進去不知道幾點 早之後就搭商務艙 嗯 沒有 沒有 半個小時 現在8點 就報到完了 比預想中的還要快 我會悶以為要排一個小時 然後盡管就沒有時間吃早餐 太好了 現在去吃早餐 好餓啊 IT218 A4 走吧 出境了 虧虧已久 虧虧三年 我的自動通關還能有 很怕過不去 這兩天馬蛙颱風鬧 離台灣最近 超級擔心 會因為颱風 飛機又什麼 對 之類的 還好現在 看起來 應該會蠻順利的 就起飛 好像颱風也過去了 出海了 最擔心的人 這個 兩個禮拜先 欸台坡 可以讓我去幹嘛 誕心過頭 五米果菜雞 八點三十七分了 為什麼要喝破米果再吃 因為可樂想要留到日本再富 我想說 我買可樂的 我到日本再吃就好 我不想要在台灣吃這些 雖然蠻餓的 但那天上都不要 你要什麼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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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吃一口 我不要 還好有空橋 後面好像又開始飄魚了 欸 搭上不穿喔? 沒有,頭等穿 好可憐喔 頭等穿登機啦 超可憐的 登機登機 接下來還要飛山了多小時嗎? 很怕屁股爛掉 好緊張喔,那就沒有起雷了 那種屁股洋洋的感覺 好緊張喔 先生,不好意思,請你出小福 看不到安全帶 不然鞋可以參數就有點進小福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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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空氣 真香 結果,依然沒有空橋 乾爽的天氣 舒適的溫度 剩下很餓的肚子 騎乘機場 出發前還在寫 結果 跟一般的 碰到公司說 只要有七個機場飛機 我們飛一次的兩個是永久 所以還是要寫這個單子 出來第一線就是上廁所 大家不要在裡面 大家不要在裡面上啊 他進來下飛機有一個 然後入關後又有一個 你如果先去上廁所 你就要排很久啊 我們第一個出來的 我們算是 排很前面 然後就入關 結果剛剛出鏡的時候 我用V2Web的JAPAN 還是可以掃QR Code直接進來 我那張入境卡還是沒有用到 那申報的那個 也都可以用 掃QR Code直接掃 沒關係 最少新來了 那現在 肚子會早上去吃飽 欸 這邊的全家好像不見耶 換成這家 馬車 買一個 明太子 奶油 換團來吃 跟一杯拿鐵 我剛剛一碰到 海苔 好鹹 好鹹喔 超級鹹 我碰到這個 它比較不是實體的 就明太子醬而已 但是很好吃的 看不懂 反正就是拿鐵 好甜啊好喝 就咖啡牛奶 等一下就搭它這班公車 從四層空港 搭到 水護車站 1100塊 只是剛發現它不能用西瓜卡 只能用西瓜卡 不會除了5000多塊 其他地方花 總會吃掉的 謝謝 謝謝 坐這裡最爽了 我剛剛想說 我剛剛想說 怎麼有車從對面開過來 看會沒有 人家是順香 它這個車子超豐富的 車很深 超級舒服 那個Cushion 蠻軟的 水護站 水護站 其實赤城你這個還滿不錯的雪像天 你可以從赤城搭巴士到城店 不一定要飛紙店 然後我們再搭客運來這個 水護車站 再從水護車站轉車到大喜 我們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行程都在大喜 四點 我們要搭車到大喜 然後到我們今天的飯店 剛好他們學生的下課時間 到處都是學生 看到那種小學超小意思的 那種小女生真的是 完全就是響聲的啦 太可愛了吧 直接融化 爸爸魂爆發 笑聲 要不要吃泡芙老爺爺 不要 笑聲 山景又有了 大喜路導線 水護到大喜 然後 啊不然要兩張 一次一次丟就丟了 不行耶 他不能輸卡 他輸卡要進去才行 半張給他拿出來 十塊借你啦 好啦 等一下 他這個收嗎 五塊收 那個是五塊而已啊 你還有其他五塊嗎 我還有其他一塊 你還丟一塊喔 哇賽 人家一塊不收啦 要不要接 好接 看你可憐 大喜路導線 FSI 我們去就我們兩個台灣人而已 我們到底知道去哪裡 大喜 為什麼大家不去跟我們兩個台灣人 然後下午就回家 一波上車了 不要跟小妹妹搶位子 人家發育息 拜拜 哦大喜車站了 這個大喜這個地方比較像是有一個動畫叫做叫做什麼 少女女戰車 他的故事是畫在這個地方 那帆哥想來這邊 盛技巡禮一下 他們這邊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明太子伯物館 在那邊有很好吃的明太子 超愛明太子 我們先去Check in吧 這個就是少女女戰車 的一個動畫 帆哥很喜歡 他上面還有 他們的貼紙哦 喜歡 這就是少女戰車的獨角群們 是嗎 獨角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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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獨角群 大喜戰就是一個小小的車站啊 在小小的車站裡面 哇呀哇呀哇 哇 胖哥又要買可樂了 買可樂 好喜歡聽日本人家話 好喝聽啊 說話有夠好喝聽啊 對啊 給你車 一直錄一直拍 觀光客哦 對啊 歐拉伊 Station 歐拉伊來 歐拉伊 念著念著變胡內 歐拉 歐拉伊 歐拉伊 後車箱放不下 一個放在副駕 大哥超可愛的 一個我跟他說 大丈夫 他說OKOK 歐拉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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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歡 差點要唱極速了 極之 極之速度 我沒有想說過 歐拉伊 感謝大哥 大喜第一 最速穿輸 幫我們再來 他真的滿速的 超快 向著你急速飆 大哥掰 謝謝 到我們的旅館了 就在 大喜 機潛城車的對面 歐拉伊 歐拉伊 剛剛還講成C3 他很帥的跟司機說 歐拉伊 C3 結果根本就是錯的 飯哥趕快糾正我 不然差點就開錯地方了 坐著在旁邊而已 只是叫他走過來 C3在那一邊而已 歐拉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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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歐拉伊 這是正常東 對 是 Tony tags 大家通常會吃幾點 要喝7問最後還是要喝8點 還是要喝8點 時間 沒有 十點 九點 九點 大概 大喜 雞子 雞肉圈 他們這邊還可以去用 大喜飯店本館的浴場 不錯捏 因為我們住這間算是大喜的別館 不過 這裡沒電梯 沒有電梯 你要自己用手卡 我們住在402號 那很酷的是大廳就直接是二樓了 明天早上是在二樓吃 然後 超級漂亮 他們吃早餐的地方 旁邊就是還滿冷的 我們先上去了 幫你開箱今晚的房間 哇塞 哇塞 榻榻米耶 好大一間喔 然後坐在這邊看海 太舒服了吧 坐在這邊 然後還有榻榻米 跟一些小冰箱 這真的是好大台喔 比昨天還大台 吹風機 保險櫃 垃圾桶 這個應該是曬毛巾的吧 櫃子裡面 就是這個 這個坐在裡面感覺不是很舒適 被子枕頭 太爽了吧 這還有一個大大的客廳 哇塞 這晚餐這邊吃消費也一定 他們冷氣是那種的 它是代金的 日本製的壓縮機非常稀少 好 冰箱裡面會有什麼呢 開錯了 在這邊 有 這邊還有一間這個是 齁 トイレット 小小的一間廁所 有感應嗎 好 沒有感應 但是有免制 免制弄馬桶 呦 洗澡的就在旁邊這裡 嗚呼 也有浴缸欸 然後也是 日本缸很重的這種浴室 抖進來好像一個組合屋的感覺 沐浴爐都有 哇塞 這邊 感覺很讚欸 坐在這邊 聽著海浪聲 然後還看得到那個 那個 那是鳥居嗎 鳥居的 是什麼的鳥居 就是大喜的鳥居 那是鳥居 鳥居 鳥居 三六三 一個晚上 然後還有韓我們兩天租的自行車 總共是4363塊 一個人大概2100而已 真的是很舒服 非常棒的一間 榻榻米房間 它這個是四人房 因為它四人的才有這種榻榻米 不然是 兩人是那種 西式的床 棒 浴室的背品啊 牙刷 梳子 然後羽毛 很多東西 都在這邊自取 還有這個 用來滾衣服上面免續的 還有一些小餅乾 蠻貼心的 還有這個 在他們夾娃娃機店 超多的 自取 通通自取 蜘蛛吧 然後旁邊還有咖啡機 那最讓人家驚訝的就是 旁邊這個 早餐餐廳 一整片的 落地窗 看完日出 進來 坐在這邊吃早餐 看著海浪 看著日出 還是爽了吧 昨天很期待明天的早餐 人家有這個留言本 我來寫一下 旅邊要寫啊 旅 啊這是油啦 沒在油 沒在油 綠蘿蟹喔 等一下 哇這真的是不能看啦 給你消氣喔 下來就是海邊 房間就是上面那個海 上面那邊 這邊超舒服的 而且日本有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雖然在海邊 但是它不會那種濕濕黏黏的感覺 雖然在海邊 然後整個風吹 冷冷的 然後海也沒有那種臭臭的味道 超舒服的 超舒服的 哇賽 是不是有點太沖洋媚外啦 但是太舒服了吧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了嗎 對啊 那走吧 我們現在去吃飯了 電動呢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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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棒 這兩台就是要陪伴我們這兩天的 電動的 自動車 超棒 因為 沒打到就要搖去 太爽了吧 竟然是電動的 我們上次租那種 腳踩的 騎到腳踩 超累 電動的 我們直接騎到那個 市場去了啦 那個什麼市場 納克臭 對對對我們直接騎到納克臭去了啦 他們不是有一個動畫機架的車叫什麼 單車少年 單車少年 我只是要拍酒少年 我只是要拍酒少年 電動的 而且這裡超好走的 而且輕輕踩一下 這台車 跟摩托車一樣 全部會跑的 大家現在可能會聽到很多風切聲 所以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直接手機錄影 風就會很大 不好意思喔 真帥 左手邊這一間就是 大喜旅館 鎮館 然後我們的漁池就在這邊 他說晚上可以走路來鎮館的漁池泡湯 切替就是你按按看 他現在是90%墊 他會跟你講還能跑幾公里 再按一次 會跟你講還要騎多久 懂了嗎 然後旁邊那個燈的符號是 欸 哇這個 魚腥味 微微的魚腥味 OK應該是 已經到下半時間了 人在放音樂了 今天是5點半 不對 今天是6點 騎在寧靜的小街上 好不切意嘛 電動腳都騎起來真的舒服欸 沒什麼費力 就跑得跟什麼一樣快 我們要先去買一間甜點 舒服服的甜點 讚喔 深屋 和果子 休息了 欸老闆娘 不是說開到7點嗎 深屋好的開到7點欸 說關就關 人家可能賣完了啦 我們體諒一下 玩 這間是賣餅乾的 還有一些水產 可是我們等一下吃晚餐了 所以方哥買個餅乾就好了 他是有點像鮮貝的 這邊的店家就會放一些 動畫周邊的東西 美金店代表的人物都不一樣 像這個好像是戰車的會長 方哥買了兩包餅乾 他就讓我們拿兩個 這種 規章 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對嗎 喜歡 來這間肉店吃炸串 他的代表人物就是這個人 對 他每天都有不一樣的人物代表 外面會貼滿整個動畫的一些圖案照片 這邊是吃旅遊 字體漂亮代表 方哥 你寫什麼啊 沒有寫相隔四年又來到十一 喔好感人喔 方哥在五年前曾自己一個人 從東京坐車來過 因為我不想跟他來 但是分手 我跟那時候的女朋友去迪士尼 他都沒有換過女朋友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對不是他 是這位 欸很好很高興認識你 不要碰我女朋友 喔對不起對不起我會吃醋 這一間肉店的炸串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看的話 歡迎去往前面幾集我們的大喜美食篇 大概看一下 吃晚餐 我們要來吃這間U9 U9 海鮮地獄壽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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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台幣大概430塊 超爽的 等一下可能就去逛個超市 然後買點宵夜 吃飯了 旁邊的又暗又冷 現在趕快去超市買個吃的 回去準備泡澡 現在是中原時間暗時八點 整條路燒到好像十一點 超美 這就是一個小菊蘿 晚上的樣子 騎車有點冷 來超市 添購一些晚上需要喝的飲料 酒啊還有宵夜 雖然剛吃飽 但是宵夜需要了 泡完澡又餓了 結果什麼都沒滿 他們這間好像換老闆了 打折類的傷病沒有什麼 我們轉戰去超商 我剛剛看只有打九折而已 大部分都打九折 所以他們可能現在沒有 他們這一間可能沒有這樣 這間全家的停車場 超爆幹大欸 怎麼會喔 對啊 停車場比店面還大 超誇張的 一整櫃的蛋糕 超級吸引人的 每次看到這種棒蛋糕啊 天天圈蛋糕 我都受不了 我們兩個人在這邊等 等了快五分鐘 想說什麼都沒有亮 啊你沒氣才會亮 看那個才會亮 對 如果在日本發現這種小路口 他要暗燈 他才會變綠燈 不然喔 我在這邊等到天亮 也不會變很綠燈的啦 又是一間 停車場比Seven還要大五倍的 The Seven 暗明蒙啊 暗明蒙 再來Seven挑點東西吧 在群家沒什麼好買 吃這個應該也會飽吧 電動夾車系起來真的有差 舒服超多 屁股也不會累 腳也不會痠 一啟動就有一個電動 幫你往前推 舒服 是這樣換嗎 換了把我們的拖鞋放在這裡 真的姐啊 這個 好 反正到底有沒有笑啊 走吧 晚上泡湯去 帶著我們的小籃籃 帶著我們的浴池券 去隔壁大洗飯店泡溫泉 展望大浴場 高勞 現在是十點半 人家開到十一點半 把握時間 把身體洗乾淨 展望大浴場 左手邊 喔 鏡子小心耶 那我們就拍到這裡啦 洗完早見 掰 洗完了 它就是一個浴池 然後有一顆L型的 落地窗坡 你可以看到外面 浴池就是熱水 跟一整排的那樣的領域的 包廠 整場就只有我們兩個而已 超級舒服 都沒人 解鎖一個大場就 在日本泡這種大飯店的浴池 舒服 那裡有賣牛奶的耶 雪印的牛奶耶 牛奶 咖啡牛奶 可是它好像用現金耶 你有帶現金嗎 我有帶西瓜卡 他沒有的雙西瓜卡 沒牛奶喝了 沒有牛奶喝了 CP值超高耶 我們這樣住4300 含早餐 然後又有浴池可以泡 舒服 我剛剛踩到自己的浴衣 差點點死 補好床鋪了 準備睡覺 看來 今天又看不到日出了 外面會懵懵的 但是 4點15分 看起來 應該是 看不到 如果 現在好像會下 還是會去睡覺吧 早上起來 下水大雨 好 豐富的早餐 還有一個 熱湯 沙拉 跟麵包 超多種麵包的 還有飲料自助吧 超好吃的鮪魚沙拉 超好吃的帥香麵包 配上一個炒蛋 早餐這樣也太飽了吧 房間掰掰 剛剛問櫃台的服務人員 我問他們說 為什麼 他們的玻璃都會有這個型 他說他是加強的 就比較不會 颱風來的時候 吹會把整個玻璃的吹破 走吧 下雨還是要出門 先上去大喜神社看看 下這裡 如果有看到日出的話 日出會長這樣 這個就是 大喜神社 下著大大的雨 在大大的花園裡面 下下下 以前是用搖水的 結果現在弄著管子這樣上來 變得好工業風喔 工業風洗手 好冰喔 賣很多的玉手 我是不是應該買一個幸福手 不對 我應該買這個圓結 大的被賣完了 大家都需要大大的緣分 最近還蠻紅的 大家來日本都會蓋這個魚主意 就可以帶回去當紀念 直接 去拜拜 來 下雨也是別有一番風味啦 怎麼這樣恩貴自己喔 差點丟成10塊錢 拿錯了 反了 中級耶 還有一個中 沒辦法 再翻譯看一下這些 這個鳥居的正對面 就是過海那邊 就是我們房間看出去的那個 海上鳥居 哇 可惜夏天 天氣不好 風景也不好 心情更不好 沒關係 下次有機會再來看日出 雖然租了兩天的腳踏車 但是今天這個天氣 騎腳踏車 那雨傘可能蠻危險的 然後又沒有雨衣 鞋子又會濕 唉 現在想算了 就還是 輸了就輸了 但是 就還是走路好了 不然騎著牙齒撐一下 然後風一吹就去了 我只是站在路邊 快就停下來 讓我走過來了 被感動了吧 這些就是 少女 雨戰車的主角群 她在剛剛那個神社那邊 照下來的風景 如果是看到日出會長這樣 嘖 很可惜 那她這個是海洋塔 是中山大使的一個地標 就是你遠遠就看到一個 很高的一個 建築在那邊 那它是一個 它是 那種觀景台 你上去之後 可以看整個 大溪港 就要走著去我們 接下來的景點嗎 這個雨布江湖的喔 這個雨也太大了吧 怎麼走啊 這已經不是村不村散的問題了 是怎麼走 全身都會濕啊 進來大喜飯店避雨 無意間發現這個人商店 賣很多這邊的名產 哈密瓜 赤城好像是一個農業的城市 哈密瓜汽水耶 超會畫的 每個簽名都超有藝術感的 這個就是 在動畫裡面 大喜飯店出現的場景 在這邊 這一間就是 飯店裡面就有一小區 是放他們這些 周邊的 每一間飯店都代表一個人 像是 這間大喜飯店 代表這個 冷泉媽子 雨實在太大了 怒叫激人車 直接搭了我們下一支活物館 趁爸去炮 把辣的還要去炸 然後我們租加車一定是六百塊 舒適 唉 激人車拜拜 雨震太誇張大了 有夠大的 像風塌一樣 風大雨大 這種走的全屍 今天這行程不要再挑戰 來到我們下一代 明太子的物館 這是我超愛的明太子 蝦餅冰淇淋 明太子飯糰 四次的明太子 吃一下看看 這是生的明太子 壽司長上面那一塊 好香喔好好吃喔 超棒的 這是五百塊 一千一百八十日幣 它就是像壽司長這種 一整塊的 這個直接加在白飯上 就是爽 超喜歡吃這種明太子 可以把明太子編成一首歌 了不起 明太哥 我都會唱 所以明太子到底為什麼 鱈魚啊 鱈魚比較軟 鱈魚比較軟 吃這麼久不知道它是鱈魚對的 真糟糕 好多明太子 好喜歡喔 這是新的啦 它在上面灑上辣椒粉 鱈魚 就變成新味明太子 他們在叫明太子 這個才叫做觀光工廠 看得到他們的製作過程 然後有東西可以吃可以玩 不是單純在賣東西 就叫觀光工廠 真有趣 有製作過程 真棒 好想要買一條這個回去喔 明太子沒來之一 可是它是沒有寫說 要冷藏喔 這個帶回去就變酸了 優格 明太子優格 既然明太子帶不回去 我們帶這個回去吧 三百塊一個 我剛才跟店員說 看一下 就吃得懂 就換錢給我 我已經扭完了 我還沒講說我要哪一個 我是都可以啦 每個都還蠻喜歡的 這個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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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巨的 巨 巨 大型 巨大的 嘎嘎好吃 在這幾個 看看你呀 這簽給幾個 我做了一些 這是我想要的 或這個 這兩個 不要盒子裝的是 這個是要配方 要給大書 看一下看一下 來 看一下 看不見 這個叫做莫非定律就是這樣子 脫到盒子了 不能說你不要什麼 要說你要什麼 然後打開是空的 白飯的名單 不能帶回去 至少帶這個回去也開心 這個秋遠應該沒得走 爽 滿足了 回家 直接飛回台灣 好 有點太空 離開明太空 之後往下一個地方去 雨還是下得越大 那風也是很大 好像是因為那個 馬蛙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風有點帶到日本海邊來 承認小雨 往奧德雷走前進 大笑食堂 吐笑食堂 鞋子吃到襪子去 等一下卡車 還會發光耶 有夠亮啊 超扯的 越嚇越炸 我的 鞋子已經踩得出 噗噗噗噗噗噗噗的聲音了 為什麼不坐計程車 因為已經坐過一次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的地方 有兩三個 還是要走路啦 與其這樣 到時候還是要走啊 就算了吧 走給它濕一點 你就放開來了 就不害怕了 反正現在都已經濕到鞋底去了 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快到我們的目的地了 這邊這是 大喜的海洋塔 就是他們這邊那個算是地標啦 這個outlet 店家好像沒有很多 很多都還在燒傷當中 看著一家 這還沒有的 沒有什麼店 整排的 都沒有開的店 對面有沒有簽店 連Clipping都沒開 很多當地的伯伯 下一天 在這裡走路運動 整個outlet都是你的運動場 這個outlet裡面 有一整間這個 少女戰車的周邊專賣店 這邊就是你要來朝鮮的周邊 全部的公開都在這邊 偷其確 各種的那個 那種宣傳的關係 還有簽名版 全部都有 這就是一個 粉絲必來的地方 你是粉絲嗎 是 我是螃蟹 我們是螃蟹粉絲堡 這邊好像就有 兩間雜貨的商店 跟一間ABC嗎 還有那間少女戰車的專賣店 就這樣而已 整個outlet好像就這樣 沒什麼其他的東西 結果現在竟然雨停了 超意外 雨現在停了 聽說這雨要下到明天早上的 那還是Sunflower號 太陽花號 它是從大喜開到北海道的渡輪 游輪 類似上面過夜的那一種 也有考慮可以從大喜這邊去北海道 玩個兩三天再回來 之後有機會再安排一下 還有幾間衣服店 兩三間衣服店 大概就這樣子 真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outlet 難怪他在Google評價上面有3.8顆星 這個好酷喔 各種不一樣的粉 可以做出各種不一樣的東西 這再幫你配好了 還有各種裝飾的 煎餅粉布 好多煎餅 好像綠豆糕的 我每次看到這個都會被吸引 超大塊的年輪蛋糕 納豆衣 超好笑的 把納豆穿在身上 感覺黏TT的 不只納豆耶 還有炸竹排 跟烏拉魚T 把烏拉魚穿在身上 一起逛街 所以我真的對逛這種吃的比較好看 看這個蛋糕 看起來就會讓你吃 還有很多他們赤城這邊的飯水裡 日本限定的 這個好像是 Ginja 薑汁汽水跟可口可樂 還有 メロンソダ 哈密瓜汽水 最近メロンソダ在日本好像還蠻紅的 這樣子 這樣390其實蠻便宜的耶 商品這樣 390塊 好多哈密瓜 超大一顆的 大哈密瓜 你們有看過這種納豆嗎 它是綁在這個裡面的 你要吃的時候就把它拆開 然後把這個竹子拆開來 納豆就在裡面 它不是盒裝的 這種 很特別 沒有吃過 這個是 你若不是 當時說也不會變成的 天安丁 像這間團結店 它的代表人物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華 華 華 它就叫華 漂亮女生 漂亮日本妹子 現在時間是4點半 這個雨依然不講武德 就停那一段我們在Outlet的時間而已 接下來沒有一段時間是講武德 下的有夠大 風又大 什麼都大 全身時光光 我來吃炸可麗餅 那他們這些可麗餅的代表人物是這個 拍照隊的 拍照少年 漂亮啦 下雨天了怎麼辦 我要回東京 剛剛那些鳥肖的老闆娘 有夠親切的 真的是日本媽媽的感覺 媽媽的親切感 然後他們東西又超好吃的 真的是如果我住在這邊 一定吃到那個阿姨認識我 天空下著你 謝謝一路上的每個人 鳥肖的老闆娘 語言不通 但用翻譯聊得很開心 溫馨的笑容 溫暖的淋著大雨的我們 應該跟他拍張照 乍串的老闆親切的招呼 魚來安的櫃台先生努力的講解規定 語言不通 但笑容就是最好的回應 看著對方各自想表達些什麼 卻沒辦法讓對方懂 一路上每個人都是這趟旅程中 最美好的邂逅 雖然神色的籤還沒解出意思 但我想或許最重要的是 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堅定自己的信念 做就對了 像開車五分鐘的路程 我們卻走了一個小時 好啦 那我們下集東京見